喜欢香港电影的一定知道齐小福 不过不一定知道于战元 有可能也不知道他的女婿韩英杰 韩英杰是香港影坛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知名动作指导 后来洪家班的成立有他很大一份功劳 韩英杰1927年出生于上海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他的父亲将他送到北京话剧团学艺 学艺十年的韩英杰不仅习得一身真功夫 而且还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 学成后回到上海做一名电影特技人员 不过那个时候内地电影起步没有多久 和香港电影有些差距 韩英杰在50年代的时候就跑到香港发展 中间还去过新加坡一段时间 六十年代初 韩英杰加盟邵氏电影 不过依然没有多大的起色 直到1966年碰到胡金泉 当年胡金泉经常叫他哥儿替 估计是出演过不少特技人才 得到这个绰号的吧 胡金泉的大罪侠中 他除了参演玉面虎陈洪烈的手下之外 还是本片的武术指导 第二年在龙门客栈中出演其中一位厂工 和上官凌凤有一场精彩的打斗 徐克的新龙门客栈 就是翻拍胡大师的龙门客栈 1970年侠女中韩英杰出演徐显纯一角 三毛红金宝也有参演 韩英杰作为于站员的女婿 自然要照顾一下岳父的大徒弟了 韩英杰和胡金泉是老搭档 后来的迎春革之风波《钟列图》中都有韩英杰的身影 基本上成了胡金泉的御用配角 就像徐克和刘巡一样 70年代邹文怀和何冠昌组建佳和电影公司 他们第一部作品堪称当时的豪华阵容 罗维导演 泥筐编剧 谢贤 张冲 沈殿霞 田骏 唐京 白英 李坤 毛英 苗可秀 韩英杰等主演 还有红金宝和林郑英这样的大龙套 佳和第一部作品取得当年票房排名第九 也算是打响了第一枪 佳和后来的成功离不开韩英杰网罗的一批龙虎武师 诸如红金宝 林郑英 陈慧毅 袁奎 成龙等人 第二年佳和电影公司签下李小龙 拍摄第一部片《唐山大兄就大获成功》 一夜之间李小龙成为人人尽知的功夫巨星 韩英杰和李小龙也正是因为这部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韩英杰在片中出演最后的BOSS冰场老板 被李小龙狂揍一顿 值得一提的是唐山大兄武术指导是韩英杰 人红是非多 在拍摄的时候 李小龙不小心踢到了韩英杰的面颊 之后被有心人夸大 说李小龙公报私仇什么的 主要因为韩英杰有时候在片场和李小龙的理念不同 不过也正是这一提让韩英杰和李小龙成为好友 两人在一起非常有爱 李小龙曾经还为韩英杰剪头发 后来韩英杰回忆说李小龙的腿肌尽力惊人 和他对阵有一种拳拳到肉的真实感 经武门中两人再次合作 不过这次武术指导是两人共同设计的 韩英杰也出演了一个日本人 1973年一代功夫大师李小龙英年早逝 韩英杰并没有新疆以前的班底重组 那么这个重担自然落在了红金宝的身上 日后鼎鼎大名的洪家班就这样成立了 林郑英 吴马 陈龙 中发等人都是早期成员 罗维后来想将陈龙打造成为第二个李小龙 为他打造了不少动作片 诸如新京武门 班底基本上没有变 韩英杰则从日本人变成红师傅 传授成龙武艺 韩英杰参演的最后一部影片 是许冠杰版《笑傲江湖》 一开始自然是老友胡金泉找他的 出演风轻扬一角 想想他在武师这一行中的辈分和地位 也只有他才符合这位爵士高手 《笑傲江湖》这部影片有太多幕后故事 导演就有胡金泉 徐克 程晓东 李慧民 金阳化和许安华六位导演 叶倩文的任盈盈被换成张敏 月华的林阵南被换成金山 争议最大的就是胡大师和徐克之间的矛盾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笑傲江湖》是韩英杰最后的一作 1991年因末期癌症去世 到天堂和好友李小龙相聚 祝愿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安好 没有李小龙和韩英杰就没有洪家般的辉煌 换一句话 洪家般当年为什么这么出名 只因为他吸收了韩家般和李家般的精英 说韩家般和李家般的话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不过这两个班底的班主都应该知道 那就是韩英杰和李小龙 先来说一下韩英杰和他的韩家般 韩英杰出自北京复联城科班 练就一身的本领为进入电影圈之前 到各个地方巡演 也算是见多识广 后来加盟电影圈发展成为胡金权的左膀右臂 张彻有刘家梁和唐家 而胡金权则有韩英杰 韩英杰不仅是动作指导 而且还在胡金权电影中参演一些小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 韩英杰最后一部电影正是胡金权的《笑傲江湖》 在里面出演《风轻扬一角》 虽然徐克和胡金权在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 理念不同 不过影片还是充满了胡金权的风格 当年韩英杰的副手是三毛红金宝 韩英杰和三毛红金宝有一段渊源 红金宝是于战元的大徒弟 而韩英杰是于战元的女婿 有这一层关系 韩英杰自然对三毛红金宝多多照顾了 后来的七小福成员袁廷 成龙 袁彪 袁华也都在韩家班待过 除了胡金权之外 韩英杰还有一个重要伙伴 他就是李小龙 李小龙回香港的第一部电影《唐山大兄》 韩英杰不仅出演大反派 而且还是武术指导 他和李小龙因戏结缘 关系非常好 李小龙不仅为韩英杰剪头发 而且还经常在一起切磋 当年韩家班除了一批袁家班 于战员 成员之外 还有几位不得不提 首先是九叔林正英 出自粉菊花门巷 和红金宝 成龙等是同一时期的 只不过不同学校而已 九叔林正英的功夫非常了得 当年基本上谁都不服 一开始连李小龙都不放在眼里 据说和李小龙掰手腕 较量过之后彻底服了 因为他才抬手就被李小龙一脚踢飞了 然后是陈慧毅 陈慧毅师成中华细笑的马承志 功夫扎实 伸手绞节 偶然一次机会被韩英杰收归班底 李小龙当年对林正英和陈慧毅非常欣赏 于是和韩英杰说让他们俩帮助自己 韩英杰也比较爽快并且爱才 真心为他们考虑 所以让他们两个跟着李小龙发展了 这也就应了那句 没有林正英在场 李小龙绝不开机 除了林正英陈慧毅之外 李小龙还对袁华非常欣赏 袁华出自于战员门下 翻跟头是一角 是李小龙的替身 林正英 陈慧毅和袁华三人算是李家班的最初成员 然后还有李小龙最好的朋友小麒麟等 李小龙原本是想带领他们闯荡好莱坞的 只可惜一代功夫大师英年早逝 李家班当年还有几位 一个是陈慧毅的哥哥陈龙 也就是那个经常演斗笔管家的 爱家在方式欲鬼打鬼中都有他的身影 还有林正英的两个师弟 分别是董伟和孟海 董伟还在龙争虎斗中被李小龙指导过一回 至于孟海也在李小龙电影中跑过龙套 李小龙去世之后 韩英杰并没有重整班底 而林正英 陈慧毅 袁华 董伟 孟海这些昔日的 韩家班和李家班成员 兜兜转转之下 最终都加入了洪家班 都算有了一个好归宿 之后林正英成长为一代僵尸道长 袁华成为金牌配角 陈慧毅 董伟和孟海几人成为知名武术指导 如今的功夫片是越来越假 再也没有那种拳拳到肉的感觉了 现在电脑特效好了 没有多少人愿意学习真功夫 没有多少人能吃得了那份苦 还是怀念曾经那个硬桥硬马的年代 我会不会被人家的感觉 你会不会是够的